大家好 我是亦凡 在炎热的夏季呢 多多地晒太阳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D 但是呢 要注意要避开 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的太阳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的知识 一起进入今天的快乐生活 乔管家 人到中年 也许咳嗽一声 你的胸椎就断了 正走着路摔一跤 也许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变得如此脆弱呢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乔管家 就来为您解决这个难题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大家好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要邀请现场的各位观众 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操作台上呢 是放了一堆的积木 这个游戏呢 相信大家不会觉得陌生 游戏的规则呢 就是每一次从里面取出来一根积木 然后呢 两个人来比赛 看最后究竟是谁抽走的那一根 可以让这个整个的积木给垮掉 那那个人呢就输掉了 来 现场哪一位观众 愿意和我一起来玩这个小游戏 好 我邀请到这位大姐跟我一起 这样 您是客人 我是主人 您就先来 好不好 先来抽一根吗 抽一根 小心点啊 别把这个 看会不会把它给推倒 慢点 很小心 好 这也该我了啊 我也来试一个 好 你再来 你这算作弊吗 抽最上边的 好 我来取一个旁边的 OK 再来 反正谁先这个把它弄垮 谁就输了啊 哇塞 我发现您是高手啊 啊 好 抽最下边的好了 来 特别小心 您这是慢工出气活 哇塞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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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啊 啊 谢谢您 谢谢您 啊 您看刚才 跟这位观众现场一互动 呃 他是比较有经验的 给我感觉哈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要在节目的一开始 来做这么一个 呃小小的游戏呢 其实呢 我们是把这个积木 比作我们身体当中的钙 那么这个随着钙的流失呢 由钙组成的骨小梁 它的这个排列就会不整齐 那最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骨骼 出现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而这个骨质一旦流失呢 我们体内的这个骨质结构 然后就会像偷工减料的房子一样 开始变得特别的平整 而且会有这个坍塌的危险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专家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今天请到的专家老师是来自 四川省成都市中医药大学 风湿免疫科的主任李源 李老师有请 李老师 你好 李老师请坐 李老师您看 刚刚呢 是跟我们现场的这位大姐 玩了一个游戏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人体的骨骼 把它比作像是搭积木 或是搭房子一样的这个材料来说 是非常贴切的对不对 不错 就像盖房子一样 少了一些砖 少了一些钢筋 就会出问题 就像我们偷工减料的房子 地震一来 咔嚓 就垮了 我有一个病人 咳嗽一下 就裂骨骨折了 他一咳嗽就骨折了吗 对啊 怎么回事呢 主要是他体内的钙大量丢失了 他的骨量减少了 骨的一个结构就被破坏了 所以稍微一个用力 它就会出现骨折 这是一种病 叫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 其实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 可能都会对这个骨质疏松 这四个字不会觉得陌生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 盖制的广告啊等等 都会听到这个名词 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也给大家准备了两幅图 就是一个正常的骨骼 和骨质疏松的骨骼 它看上去究竟有什么差异 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大家呢 刚刚也可以看到了 我们正常的这个骨骼啊 它的这个骨质是非常觅食紧密的 给人感觉就是我们一根针 它都插不进去 但是它这个旁边这幅图 就是像是这个蜂窝孔状的这个骨头啊 我给人感觉就是指头 可能轻轻这么一弹 它整个可能就碎掉 或者是断裂裂开了 对 那老师在我们的中国 这种骨质疏松症 您刚刚也说到了 它的这个发病的人群大吗 这骨质疏松在中国 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古今我国骨质疏松的患者 有八千万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进程 中国骨质疏松的患者会越来越多 有资料显示呢 到2050年我国骨质疏松的患者 可能会到两亿 而且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呢 以50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居多 所以说它的这个患病率的话 是非常高的 发病率很高 那为什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女性是比男性的这个发病率更高一些 它具体来说会高多少呢 这个呢我们就要 就要看一下骨质疏松的一个病 我们骨质疏松呢 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 和激发性骨质疏松 原发性骨质疏松呢 主要和年龄 还有和我们的一个绝经有关系 这个发病人群是很高的 占整个骨质疏松 发病了80% 那激发性骨质疏松呢 主要和糖尿病呀 比如说我们风湿率疾病的 内风湿关节炎呀 这些有关系 但这个占的比例很少 我们大多数呢 是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 对女性来说 我们古人有一句话 叫女子七七四十九 天可以结 什么意思呢 就到了四十九五十岁左右 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 开始衰竭了 随着衰竭的时候 我们持肌疏的水平降低了 最后导致的结果 就是我们骨的 骨的一个质量的下降 出现骨质疏松的一个症状了 那么骨质疏松症的话 如果说患有这个症状 除了可能这个 我的这个骨头 可能比别人更容易 有一些骨折啊等等 它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吗 骨质疏松 除了骨折 它会导致一个致残率 和死亡率的一个增高 死亡率 就是说骨质疏松 但是骨质疏松可以致死吗 对啊 我看来呢 我觉得平时咱们就太小看骨质疏松了 大家可能都觉得 简简单单的就是缺钙 其实像老师刚刚讲到的 它可能会导致质残 严重的会死亡 所以听上去非常的严重 而且也是很沉重的一个疾病 那究竟为什么骨质疏松 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而具体来讲 骨质疏松又有哪些症状呢 不要着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老师为您解答 全新历史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型空洞 水润光芒静绽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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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亮原则历史 追逐美味诱人的巧克力冰淇淋 追逐梦龙 梦龙冰淇淋 纯正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丝滑香草口味冰淇淋 浓郁香脆 源自欧洲 梦龙冰淇淋 全新密室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心空洞 水润光芒静绽放 闪亮源自令市 宝宝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 核生园益生菌冲击 法国进口菌粉 提高宝宝自身抵抗力 宝宝少生病 妈妈少担心 Bellstamp和声援 浪漫夏日享受生活 从您所在城市出发前往吉隆坡 体验东南亚的魅力所在 更多详情 尽在调行官网 3w.erlash.com 全新密室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心空洞 水润光芒静绽放 闪亮源自令市 剑达奇趣弹 打开就有惊喜 丰富牛奶和可可酱 加上松脆可可球 里面有新奇小玩具 孩子玩得更开心 剑达奇趣弹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宝宝的成长 需要聪明IQ营养 爱心EQ营养 活力PQ营养组合 和声援幼儿配方买粉 欧洲原装进口 均衡Q营养 优越Q宝宝 Bellstamp和声援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快乐生活桥管家 刚刚在广告之前呢 老师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骨质疏松 它其实会导致 很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会致残 甚至是致死 究竟为什么骨质疏松 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 骨质疏松 会导致骨折 但骨折 最严重的是一个宽固骨折 我们在宁床上 经常看见一个 宽固骨折的患者 最后他就会死亡了 我们的医学上一个统计 就是因为骨质疏松 出现了一个宽固 宽固骨折的一个患者 20%的患者 在一年内出现死亡 50%的患者呢 出现了一个残疾 只有少数的病人 能恢复到以前的一个状态 骨质疏松呢 本身导致的骨质 不会导致死亡 主要的原因呢 它会出现了很多并发症 比如说长期卧床 出现了一个感染 一个肺部的感染 一个皮肤的感染 或者一个鼻尿道的一个感染 老年人长期卧床呢 可以导致我们心血管事件的 一个发生 所以这个呢 是导致我们死亡率增高的 一个因素 还有就是那个 残疾的患者嘛 你看它需要人护理 它的医疗费用已增加 给社会呢 还有给我们家庭呢 增加了很多的一个经济 和一个心理的一个负担 那老师 这个骨质疏松 从这个症状上来讲 它具体表现为哪些的 骨质疏松呢 最主要的表现呢 有三条 第一呢就是骨疼 第二呢就是一个 脊柱的一个变形 第三呢就是骨折 骨质疏松呢 它的首先表现是一个骨疼 那个疼痛呢 很剧烈的 它首先表现呢 是一个腰背部的一个疼痛 有些患者呢 表现出一个肩部的 一个宽部的 一个膝盖的一个疼痛 有些呢是说不清楚 哪一个部位疼痛的 那种疼痛呢 就是有些很剧烈很剧烈 影响患者一个休息的 第二呢它会让患者呢 脊柱出现一个病变 这个脊柱病变呢 出现一个 一个驼背的一个改变 所以让老年人 看起来就矮一些了 相当于就是 有点直不起来 这个脊柱 那第三个 您讲到这个骨折 它也是由于 这个骨质的一个流失 那它骨折一般 比如说哪些部位 是非常容易骨折的呢 如果说是骨质疏松的话 骨质疏松引起骨折呢 常见于我们一个脊椎 还常见于我们的一个 手的腕关节 还有一个髋关节 对老年人来说 他的脊椎骨折了 使用他的骨头变扁了 最后呢就导致 我们老年人身体 身高缩短了 好的 那刚刚老师是给我们讲到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 就是说从刚刚那三个 比较主要的症状可以 就是说它是骨质疏松 会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 那我们平时究竟怎么来 自测自己是不是患有 骨质疏松呢 咱们在这里准备了一套 这个测试题 来咱们现场的观众 都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好的 来 咱们先来看第一道 如果有的话您就举手 第一个是您的父母 有没有轻微碰撞或跌倒 就会发生这个宽骨骨折的情况 有两位 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 或者跌倒就会伤到自己的骨骼 有哦 有两位 我们来看第三道题 您经常连续三个月以上 服用可递松强递松等激素类的药品吗 再来 您的身高是否降低了三厘米 来 我们再看下一道 您经常过度饮酒吗 没有 好 您每天您吸烟超过二十只吗 女士年满五十岁 男士年满六十岁以上 您是否在四十五岁之前就绝经了 刚刚其实我发现里面有一些大姐 她不只是一道题她有举手 其实好几项都有 来 咱们来一位说说看 我见到对你一身过渐差 有点轻微的骨子疏松 您刚刚是有几项举手了呢 三项 三项 三项都举手了 好 来 还有哪位是刚刚有很多项都举手的 我没有去检查过 但是我上楼梯 我上楼梯我的主干叫想 我上楼梯上不上去 然后就拆了来 赶上去 好 那像刚刚呢 我们的现场是做了选择 确实有一位她是去做过检查 说是确实患有骨子疏松 那她自己也是多项举手 刚刚我们做的这一套自测题 究竟是不是只要您里边有这个举手的话 就是事话有骨子疏松呢 不要着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老师为您解答 完美下午茶 就是要好吃配好喝 必顺客下午茶套餐 二十八元起 有吃有喝 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还有免费试杯哦 有吃有喝 下午茶更完美了 要抵一头线回来 力量就藏在草本中 新青阳草本绒萃 融合先进去鞋科技 深层滋养头皮 抵抗头屑 头屑本脑不回头 新青阳草本绒萃 奔腾X80 越精彩 想自由 宝宝的成长 需要聪明IQ营养 爱心EQ营养 活力PQ营养组合 和声源幼儿配方奶粉 欧洲原装进口 均衡Q营养 优越Q宝宝 和声源 夏天 肌肤也要喝饱水 Olay美肌清爽沐浴露 融入Olay美肌保湿精华 清爽易冲洗 水润肌肤 给我喷喷水嫩肌 全新Olay 每一天再忙 也别忘了每一天 伊利每一天 三百亿活性乳酸菌 配合膳食纤维 让你天天健康 健康活力每一天 伊利每一天 伊利 我的朋友们都注重骨骼健康 照顾孙子 身子骨一定要好 腰腿利落 想跳就跳 我的骨骼和宝宝都很好 盖尔奇牌支持骨骼健康 来到中国超过二十年 值得你信赖 它是活的乳酸菌 消消养乐多 转动尝到大火力 活的养乐多 越活越开心 好 本书不愿意 高速度 畅快高昌 男师傅平衡茶 兴力十足 现在买正版书附加 打防伪电话 就可能中千元大奖 难怪抢手 赶快打 赶快中奖 汤城被剑 汇聚全球营养 从新西兰乳清蛋白 到法国胶原蛋白 从巴西绿风胶 到挪梅鱼油 取自全球 健康全家 汤城被剑 要么挤进去 要么被挤进去 要么下班前做完 要么做完再下班 要么跟老板开会 要么 被老板开会 上班那点事 你没有选择 吃肯德基豪华午餐 有的是选择 要么吃全新香肢鸡爬饭 要么吃双层猪爬宝 更多选择 肯德基豪华午餐 只要十五元级 生活如此多交 不吃这来不吃那 天使宝宝体制场 会是金庄尚儿家 鸡家鸡配方有时政 抵抗力强 身体棒 天天进步更出众 会是金庄尚儿家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 第七频道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快乐生活桥管家 刚刚广告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套 自测题 也让现场的观众都做了 就是说通过这一套 自测题来测试 自己是否患有骨质疏松 那老师这个答案 究竟怎么来判断 就是说有几项 可能自己就患有 骨质疏松的 那这个测试题呢 只是对我们一个 骨质疏松的一个评价 我们骨质疏松的原因很多了 包括我们有固有因素 和非固有因素 固有因素呢 就和我们人种 有密切关系 比如我们白种人 和我们黄种人 比黑种人 发病率就很高 就要高得多 第二呢 就是绝经后的女性 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还有呢 又是有遗传性的 这是固有因素 非固有因素呢 就要看一下 我们的生活习惯的 大量的饮酒 吸烟 还有我们蛋白质摄入 不协调的 还有吃盐 吃得太多的那些 就应换骨质疏松 所以呢 我们骨质疏松呢 一定要做相关的检查 才能明确 你是否真的是 骨质疏松患者 是不是也就是说 刚刚的那一套题 它其实是列出来了 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的 一些高危的因素 如果你符合的越多 那可能你就越要注意了 对 你的可能性 患骨质疏松的可能性 风险性就越来越多了 但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 如果真的要确诊 自己是否患有骨质疏松 还是要到医院 去做一些检测 对吗 对啊 比如说涉及到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就做骨密度的测定 骨密度测定 我想到之前在逛超市的时候 比如说你会看到超市有的卖牛奶啊 或者卖一些补品的地方 它会有一个那个测骨密度的仪器 就是把这个脚这样光脚伸进去 它测的那个骨密度 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骨密度呢 那骨密度的测定是很多方法的啊 我们骨密度的金标准呢 我们应该是做那个叫双能 AX光吸收法的那种方法 那种呢是我们全世界 争端骨密度骨质疏松的 那种叫金标准 其他的那些方法 比如说你在超市做的一些 手是伸进去的呢 只能做一个参考 但这种呢 双能AX光吸收法呢 应该一定要到医院去做 我听到您讲这个双能AX光吸收法 给人感觉就好像那个辐射 辐射挺大的 我要去做这个 会不会因为它的辐射大吗 不大 比一般的AX光照片的辐射 很小很小的少得多的 那假如说通过这个骨密度的检测 已经确诊 我患有这个骨质疏松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治疗骨质疏松呢 好 骨质疏松的治疏呢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就是一个 要生活方式的一个要改变 要注意呢 就是一个不饮饺 不要喝太多的一个咖啡了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加强锻炼 第三呢 我们一定要增加一些 那个钙质和维生素低的一些食物 如果呢就是你骨质疏松很厉害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呢给予一些的一些药物治疗 那些药物呢 人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一些就是老人经常说的要打的灭盖血 还有我们口服的二磷酸盐 如果你自己服用了这些药两周过后呢 还出现了什么骨头的疼痛啊 什么关节的不实啊 还有肌肉的酸痛呢 我建议呢还是到医院 做相关的一个检查 请大夫来给你做一个 专门的一个方案的一个制定呢 那听起来就是说人上了年纪之后 他的这个骨质的一个流失 包括他的这个钙的流失 这应该都是一个必然的 因为就是说上了年纪之后 这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 那是不是说这个骨质疏松 它的这个预防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呢 骨质疏松呢不能彻底根治 但是可以预防的 在我们的人的一生中 那个骨头的那个骨密度含量 是不停在改变的 我们身体有一种细胞叫成骨细胞 有一种细胞叫破骨细胞 这两个呢是起一个相反作用的 在我们人的一个青春期 我们的那个成骨细胞 是处于活跃状态 我们的破骨细胞呢 是那个不活跃的 这样呢就导致我们骨头 逐渐逐渐的一个强硬 你看我们年轻人 在那个身高再不停的一个增高 人到了一个35岁到50 到30 35岁左右吧 我们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 这个活性呢处于均衡 这时候呢 我们人体的骨量呢是最高的 成为一个峰值骨量 到了35岁以后 我们体内的破骨细胞 活性呢就开始增加了 这样呢导致我们钙丢失就增加了 最后呢出现我们体内的一个 骨量的一个降低 这样呢就导致我们一个 骨质疏伸的一个发生 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体内储备了足够的钙 到了老年的时候 钙流失的量呢就要减少 这样呢就可以适当的一些 延缓骨质疏松的一些进程呢 的确像老师讲到的 这个骨质疏松 和我们体内的这个钙质呢 是有很密切的关联 但是呢并不是说 我们单纯的去补钙 就能达到就是说 预防骨质疏松的 这么一个效果 其实我知道很多老年人 他补钙他喜欢用什么方法呢 他爱喝那个骨头汤 那究竟喝骨头汤 它能起到补钙的效果吗 咱们在这给您准备了 一个小窍门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骨头汤补钙吗 补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 新陈代谢变慢 因此对钙的需要量 也相对增加 不然很容易引起骨质疏松 而生活中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补钙方法 比如说 我们的热心观众刘阿姨 几乎天天都会熬些骨头汤补钙 但是补钙也会补出问题 这些日子呀 我这腿和这腰特别疼 医生说我缺钙 什么 天天喝骨头汤还会严重缺钙 我们都知道 骨头汤补钙 是流传了好几代的日常补钙方法 生活中 大家也都说吃啥补啥 骨头汤到底能不能补钙呢 我们也经常做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反正都这么说是补钙 您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吧 老人是这么说补钙 但我觉得骨头盖不容易水 不是那么容易补钙 骨头汤补钙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我们找到了鸡水潭医院营养科主任赵霞 看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骨头汤可以补钙 这就更奇怪了 专家也说可以补钙 可是为什么刘阿姨还会严重缺钙呢 难道是骨头汤有问题 我们还是用实验检测一下 我们取一定量的骨头汤进行检测 同时我们也选取了生活中 大家补钙经常用的牛奶豆浆 一并进行实验 分别看看里面的钙含量 首先我们对骨头汤 牛奶还有豆浆做前处理 然后分别上机检测钙含量 实验结果 每100克骨头汤里含1.77毫克的钙 每100克豆浆中含13.82毫克的钙 每100克牛奶中含124.40毫克的钙 每100克骨头汤里含1.77毫克的钙 还远不如一袋牛奶和豆浆的钙含量 成年人每天需要800毫克以上的钙 如果一碗骨头汤是100克 那么每天要喝400多碗 既然不能靠骨头汤补钙 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首先就从这个膳食中获取 平衡膳食 每天注意选择一些含钙比较多的食物 比如说奶制品 还有这个海产品 豆制品 不挑食偏食 那么我们都能保证 我们每天成人的钙的收量 骨头汤含钙量很低 你想要用骨头汤来补钙 估计你有宰相的度量才能撑下去 那我们究竟该怎样科学地补钙呢 稍后李老师一一为你揭晓 发现梦龙冰淇淋 追逐诱人的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梦龙巧克力冰淇淋 包裹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梦龙Magnum The Girl Fresh 夏日肌肤 是清爽 当然不够 多分清爽水润沐浴乳 六分清爽 融合Neutron Moisture成分 更添四分水润 就是六分清爽四分水润 令夏日肌肤不止清爽更水润 多分清爽水润沐浴系列 肯德基巧克力爆猪猪奶茶 可可爆爽 还有黄金冰信银 第二杯半价 这个小天苦爆了 第二杯半价 还有一杯 发现梦龙冰淇淋 追逐诱人的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梦龙巧克力冰淇淋 包裹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梦龙Magnum 全新历史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心空洞 水润光芒静绽放 闪亮 原则令氏 浪漫夏日享受生活 从您所在城市出发 前往吉隆坡 体验东南亚的魅力所在 更多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快乐生活桥管家 刚刚在广告之前呢 我们是看了一个窍门 在短片当中呢 我们是讲到说 如果你想要通过这个骨头汤来补钙啊 其实是不可以的 短片当中就提到这样一组数据啊 100克牛奶富含100多毫克的钙 那我们初步计算为 就是1克牛奶含1毫克的钙 而这100克的豆浆富含13毫克的钙 那么按我们的这个正常人 一天需要800毫克钙来计算 是不是我们一天喝上 这个800克的牛奶 就能满足一天的含钙量呢 这是一个误区了 因为我们体内的那个钙的吸收呢 和蛋白质的含量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 会导致一个钙的流失 所以王屋主张呢 每天喝500毫升的牛奶就够了 确实刚刚之前那个短片 我们也说到这个800到1000毫克的这个钙啊 那有的老年人就觉得说这个钙是少不得的 少了可能就会身体出现 比如说骨质疏松这种毛病 它就补钙的话补得特别的勤 是不是说钙我补得比较多的话 也是无妨的呢 我们不同年龄阶段呢 需要的钙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人在50岁左右呢 低于50岁呢 每天需要的钙只需要800毫克 50岁以上呢 我们需要的钙是1000毫克 如果钙摄入过多了 那会导致我们的一个高钙血症 可以出现一个料结石 意思是说钙补多了其实也是生病的 对啊 所以我们讲就是一个科学补钙 那科学补钙的话 咱们应该怎么科学补钙呢 我们要知道钙的吸收 要靠体的一个蛋白质 要靠微生素D 微生素D呢 我们体内呢 可以通过晒太阳的方式 让我们体内的一个胆部唇 转化成微生素D 晒太阳光合作用吗 那这个就是说 您刚刚说晒太阳的话 咱们比如说每天要晒多少太阳 晒多久的太阳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而且您看现在这个天气 特别的炎热 特别上了年纪的朋友 他可能有点 就是晒太阳 吃不消啊 晒太阳呢 我们每天15分钟就行了 但是晒太阳呢 我们讲究一个方式 一定要露胳膊露腿的 要让我们皮肤接触到阳光 露胳膊露腿 对 短袖短裤 30公分就行了 30公分 中秀就行了 每天15分钟的盖就行了 但是那个盖的吸收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维生素K 维生素K 我觉得好像大家对这个维生素A B C D E 都比较熟 这个维生素K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呢 维生素K呢 我们包括了很多种 主要呢有维生素K1 K2 还有K3 K4 主要呢天然的呢 就包括是维生素K1和K2 K1呢 主要出生在我们的一个食物里面 K2呢在肠道里面 K3 K4呢 是一个人工合成的 那老师刚刚说到了 就是说这个K1 它是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有的 这样咱们给大家出一道题 大家来猜猜看 就是下面这些蔬菜食物 哪个是含有人生素K1的 好不好 我们看到啊 这个大厅上是出现了几个选择 是有这个生菜 鸡蛋 肝脏 花菜 还有苹果 来 我们的那个现场的观众 来选择一下 选苹果我选 选苹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吃苹果 好 是因为喜欢所以选 来 还有吗 我选鸡蛋 鸡蛋 也是因为您爱吃鸡蛋吗 刚刚我们现场的观众呢 也是做了一个猜测 当然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 老师 您说说看 就是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个呢 其实那个前三种的食物里面 都含有维生素K 就是生菜 鸡蛋和肝脏 对 维生素K呢 主要存在那个绿色蔬菜里面 其中最多的是生菜 就是生菜里面含维生素K最多 所以我们要补钙的时候 一定要同时服用绿色蔬菜 那像您刚刚也说到了 就是到15到50岁的人群 咱们需要的这个800毫克的钙 那像这种补钙的时候 咱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补呢 我给大家您一个食谱 每天喝500毫升的牛奶 加二两的肉 二两的豆腐 豆制品 包括豆腐 豆腐肝那些 然后再加上100毫克的 其他的食物就够了 但是同时要下太阳 要加一斤的绿色的蔬菜 加上适当的运动 就可以达到我们人体需要的 钙的含量了 像我自己听说过这个菠菜 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草酸 所以有的人说这个菠菜和这个钙 如果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形成草酸钙 容易长结石 那是不是说 就是说咱们最好不要吃菠菜了呢 补钙的时候 菠菜是一个好的蔬菜 您的烹饪方法做一下调整就行了 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 用水撩一下 那就可以吃掉它的 就是先过一下水 对的 就行了 所以菠菜还是可以吃的 刚刚老师也说到了 可以通过这个饮用牛奶 来补充体内的钙质 其实现在很多人 他对这个牛奶的 他不太爱喝 而且很多人对这个 就是他不太耐受这个牛奶 喝了之后也会拉肚子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 可不可以选用一些 比如说药剂或者钙片 或者说是口服液之类的 来进行补钙的 可以的 因为有很多病人也来问我们 用什么钙好呢 因为现在市面上买的钙 太多太多了 总的说来呢 钙分为两类 一个就是有机钙和无机钙 无机钙呢 就包括了一个碳酸钙 我们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 钙片 钙片 钙尔奇迪 这个就是碳酸钙 它的什么特点呢 它的含钙量是比较高的 是600毫克的钙 然后还有那个有机钙 比如说我们市面上 容易见到的葡萄酸钙 有些草酸钙这些 这个呢就属于有机钙了 有机钙有什么特点呢 它利于肠道的一个吸收 对肠道的反应比较少 碳酸钙呢 它的那个胃肠道反应呢 就比较多了 很多人患者呢 你吃了他觉得那个消化不好 大便出现一个 干节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选择什么钙呢 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你是不是缺钙了 钙含量很低 你体内的钙缺得很多了 我们建议呢 患者就要服用高剂量的钙 如果你体内需要的钙量 不是很多呢 我们就主张用一些有机钙了 在这里李老师提醒您 要是您是18到50岁的成年人 每天所需的钙为800毫克 您的食谱里必须有一斤牛奶 二两肉 二两豆制品 一斤绿叶蔬菜 假如您不喜欢喝牛奶 可以换做酸奶也是可以的 假如这些您都不爱喝 那您可以服用一片 含钙量为500毫克左右的钙片 而要是您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天所需的钙为1000毫克 那您除了吃那些食物以外 还必须得服用200毫克左右的钙片 假如您没有喝牛奶等的习惯 那您一天就得服用700毫克的钙 每天再露胳膊或腿 晒上15分钟 不过运动锻炼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哟 因为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骨骼弹性 这样即使您磕着碰着 或患有骨质疏松 也不容易骨折哟 除了刚刚老师说到的 选用钙片之外 之前您也讲到 可以使用一些豆制品来补钙 那说到这个豆腐呢 我不知道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爱吃豆腐 吃豆腐的方法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见过 用豆腐制作的狮子头 那这个豆腐制作的狮子头 它究竟是如何制作 味道又怎么样呢 咱们在这准备了一个短片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清爽不油腻的红烧狮子头 大家都喜欢吃狮子头 可是天儿有点热了 吃狮子头呢就有点腻了 我做的这个狮子头啊 不腻而且爽口 让狮子头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这听起来好像非常实用 因为这狮子头 可是很多人都离不开的最爱 而到了夏天 吃狮子头恐怕就有点难以开口了 那热心观众徐阿姨 用什么能让狮子头不油腻 吃起来清清爽爽呢 一般狮子头呢都是肉做的 可是我这个狮子头啊 是豆腐做的 豆腐 狮子头 这可是听上去很难结合在一起的两个词 今儿怎么把它们放一块了呢 其实你有所不知 用豆腐做狮子头营养比较丰富 还不腻人 可以说非常适合夏天吃 再加上这红烧汁 即便您再没胃口 看到它呀 恐怕也停不住块了 其实做这道菜可有两大难题需要挑战 一个就是如何让豆腐补散成团 一个就是如何让狮子头吃起来好吃 还没有豆腥味 你一定认为呀 做狮子头用豆腐肯定会散 但是我教给你之后呢 做出的狮子头不散又好吃 既然徐阿姨这样打宝票 那我们就来学学这道不油腻的豆腐狮子头 我们选料呢 要选北豆腐 为什么呢 因为北豆腐水分少 而且做出的狮子头不散 提示 要选择北豆腐 它水分少 咱们第一步呢 是要把这北豆腐上锅蒸五分钟 是为了进一步脱水 蒸过的豆腐可以脱出一些水分 这样可以让这豆腐狮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 我们要把蒸好的这个豆腐呢 碾碎 主要是为了把那个水啊 进一步的挤出来 将豆腐碾碎 让水分可以尽量的吸出来 为了让狮子头更好的成型 在粘好的这个豆腐里呢 要加上肉末和切好的虾仁末 为了让狮子头更加细腻 粘着力更好 徐阿姨在里面又加住了肉馅和虾馅 这样也是增加了一些动物蛋白 让这个狮子头更有营养 这三样东西的比例是7比1比1 豆腐和肉馅以及虾馅的比例 您可记好了 7比1比1 为了让狮子头吃起来更有嚼头 徐阿姨还加了点香菜梗和香菇丁 接着把它们拌匀 让豆腐不散成团 我们已经介绍了几个技巧 学用北豆腐 豆腐上锅蒸5分钟 加入肉馅和虾馅一起调 接下来还有什么方法要揭晓呢 这个狮子头的最大特点是 不腻 这个狮子头用料很特别 是豆腐做的 如何让豆腐不散 如何让豆腐狮子头吃起来更香 接下必学菜 豆腐做狮子头 让您告别油腻 清爽起来 现在咱们就来调味 加些盐 加些糖 再加些生粉 这样的小勺要加四勺也就行了 再加些胡椒粉 加胡椒粉 主要是为了去虾的腥味 和豆腐的豆腥味 提示 加入胡椒粉可以去腥提鲜 再打进一个鸡蛋 记得朝一个方向搅拌 接着就要搓丸子了 您可要看好了 这里面的窍门来了 搅出劲以后就开始做丸子了 做丸子手上必须要蘸点水淀粉 是为了让这丸子不散 光滑又好看 原来是要在手上蘸上少许淀粉 再搓 这样可以很好地让狮子头成个儿 表面也会光滑一些 狮子头上锅要蒸20分钟才行 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 用豆腐做的狮子头就蒸好出锅了 为了让狮子头吃得更可口啊 我们要调红烧汁 这个恐怕就是您比较拿手的了 锅中倒入油 放入葱花炒香 加入料酒 酱油 少许盐 最后水淀粉勾芡 将汁浇在豆腐狮子头上 怎么样 肉香和虾的鲜美 与豆腐渗透融合在一起 虽然不油腻 但也不是完全清淡到底 非常香嫩可口 您如果馋狮子头了 就做这道豆腐狮子头试试看 如果哪还没记住 赶紧看看下面的要点回顾 将北豆腐上锅中五分钟 进一步脱水 碾碎后以7比1比1的比例 加入肉馅和虾馅 再加香菜杆 香菇丁 增加韧劲 加入盐 胡椒粉 糖 一个鸡蛋 两勺生粉 是一个方向搅上劲 手上蘸少许水淀粉 搓成狮子头形状 上锅蒸20到30分钟 最后调个红烧汁浇上 一道适合夏日的 清凉版狮子头 就出锅了 看完了这个豆腐做的狮子头呢 我坐在这儿 肚子都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那咱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让李老师跟您接着聊 发现梦龙冰淇淋 追逐诱人的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梦龙巧克力冰淇淋 包裹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梦龙Magnum 喝统一鲜成多 迎盖世漂亮会 飞往首尔或参加深圳 武汉成都漂亮会 想和张根硕 朴敏英漂亮约会 就喝统一鲜成多 多漂亮 期待你 发质太软太硬 难以塑形 要塑形就需要充足弹性 从瑜伽的柔韧动作我发现 拥有完美弹性 才足以突破极限 发型挺而不塌 革新沙轩弹力速乳液 可含活人弹性配方 为发丝注入弹性 打好基础 发型更挺更堕目 酷书宝粉色绵柔 创新的柔柔棉杆表层 一秒瞬息 绵柔也能挑战零反胜 这么洁净的绵柔 是了 会爱上哦 酷书宝粉色绵柔新装升级 追逐梦龙 梦龙冰淇淋 纯正比利时风味巧克力 丝滑香草口味冰淇淋 浓郁香脆 源自欧洲 梦龙冰淇淋 全新密室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型空洞 水润光芒静绽放 闪亮 源自令氏 酷书宝粉色绵柔 创新的柔柔棉杆表层 一秒瞬息 绵柔也能挑战零反胜 这么洁净的绵柔 是了会爱上哦 苦书宝粉色绵柔新装升级 宝宝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 核生源益生菌冲击 法国进口菌粉 提高宝宝自身抵抗力 宝宝少生病 妈妈少担心 Bellstamp 核生源 运动导致汗泻活跃 身上容易形成流汗区 这会引发汗胃问题 舒夫家活力运动系列 有效洗掉汗胃 让你早晚享清心 去除汗胃 舒夫家 全新密室 含纳米胶原蛋白 深层滋养 修护发型空洞 水润光芒静绽绽放 闪亮原则历史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快乐生活桥管家 今天老师一直跟我们讲到了 这个如何科学地去补钙 以及这个骨质疏松 可能对我们的身体 带来哪些危害 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如何来补钙呢 要预防骨质疏松 我主张喝流奶 多运动 带太阳 还有补充维生素 好的 那刚刚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几点 不知道您都记住了没有 当然其实里面有一个叫做做运动 我们要多多地去运动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小护士 给咱们带来一套保健操 咱们跟着一起来活动活动 有请小护士 保健操搓腰弓 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 民间的健身法 长按腰部呢 可以改善身体各部位的血液循环 也可以散寒去湿 调节气血 今天我跟安琪教教给大家 这个搓腰弓 它包含了六个动作 分别是搓 捏 扣 磨 抓 和弦 也请现场的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跟我们一起学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 开始搓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两手掌对立 开始搓 当您感觉到手性脱弱之后 再放到腰部的后面 再顺着腰椎的方向 上下的垂动腰部 来回36次 第二个动作是捏 食指和拇指 按捏脊椎正中央的皮肤 先往下捏 捏一下 松一下 这个动作来回4次 第三个动作是膜 把两拳轻轻地相握 全眼在上 放到腰的后面 由内向外旋转18次 再由外向内旋转18次 接下来我们将两手相扣 轻轻地扣打我们的宽部 36次 接着呢 我们将双手打开 两腿与肩同宽 拇指在前 四指在后 轻轻地抓伤我们的皮肤 慢慢地按摩 接着呢 我们将手反过来 我们要做旋轻轻地动作 我们要做旋轻地动作 身体用力往前顶 腹部往前 身体向后 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起来了 接着啊 我们将左手用力往右推 身体呢 向左弯 右手用力往左推 身体往右弯 这套保健操呢 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做 每次大概做的时间呢 为36次就可以了 长期以往的坚持啊 它可以缓解我们腰部周围的压力 好的 谢谢小护士 谢谢 刚刚做完这套保健操呢 不知道现场的各位感觉怎么样啊 当然呢 这套操非常的方便 您在家里呢 也都可以多多地去做来 运动我们自己的身体 那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是跟我们讲到了这个盖质 它的重要性 如何科学地去补盖 以及这个骨质疏松呢 如果说您太小看它 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点些危害 就像我们的身体呢 是一栋大楼 所以说呢 里面的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 我们都要把它维护好 这样呢 你的身体才能是一片 不管风吹还是雨打 都不会倒塌的摩天大楼 对 谢谢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谢谢您 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 谢谢之前的观众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